看看新闻榜 被踏上新旅程的 星爸和萌娃 听说这一次 他们要去一个 有海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一大早 朝霸张亮第一个 出现在我们的镜头中 一手推着天天 一手朝我们打起招呼 看来休息得不错 早 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前两日 有网友爆料 好爸爸张亮曾有婚外情 立即得到张亮妻子的回忌 怎么她是怎么过日子 该散散了 这儿没你们想看的热闹 这会儿又见到 父子俩有说有笑 我说咱们还是 别去理会流言蜚语 赶紧开启新的旅程咯 几分钟后 郭涛父子俩乘着拉杆香 飞奔而来 小伙伴相见 立马精神抖走 我知道 这张叔叔 郭涛叔叔 你好 你好 你没有变帅 来 到对方来 不喝 不喝 这玩意洗的很早啊 习惯吗 吃早餐了吗 啊 吃早饭了吗 我一定这样早餐都没 吃就早上 都里面买 许久不见 小石头变化不小 不仅手臂上的石膏 悄悄消失 消失的还有 你看看我们牙 我们牙是不是又掉了一个呀 在这 它妈妈又给它拔了一个 在这 里面长 顶头上的是吧 顶头上的是吧 你们掉几个吧 放完四个吧 放完四个 对 它下面四个也放 师兄 你们是第几个呀 三个 师兄 现在还会想妈妈吗 想海豚 想海豚 在她的脑海里 小海豚是第一位的 然后呢 她妈妈第二位 我第三位 一阵闲聊之后 两个小男生精神不少 调皮本性也逐渐泄漏 等一点石头啊 那边肯定会稳稳 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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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往后 还得好晚 对 进来起来是不是特别咋 是吧 累不累 田亮咱们起早还习惯吗 有点太早了 太早了 到五点钟起 女儿能起来吗 昨天睡得 昨天睡得还比较早 所以还好 早饭吃了吗 还没有 和朋友 前一天还在福建 赶拍新戏的田亮 带着小Cindy 闪闪来迟 来得晚也就算了 这还遇上了别的麻烦 我想坐大人呀 不是小朋友 你拖运 爸爸给你找一个箱子 把你放起来 你拖运 拖运不能拖运人 你得拖运相同 好吧 便看被拖运是不可能的 不过玩玩捉迷藏 还是不在话下的 躲起来的看 你是不是让爸爸有点 弄个那个什么 钢铁侠的面具 一汉子就是不一样 这一路又拉又转 要不是你爸爸有练过 还真是难以承受 再见吧 再见 拜拜 王月伦和王石林妇女 随后赶到 敲战慢悠悠的架势 我说小公主 你可是最后一鸣了哟 五点大 五点大啊 你家会看得大 喜欢大吗 你还想看到什么 我还是说笑 这逻辑 小公主还是没有睡醒吧 尽管如此 重要的事情 还是得记得清清楚楚 想不想 KAMI哥哥呀 想啊 这边对小伙伴思念深深 那边却已经有了拥堆 前两日 王石林小朋友开通微博 晒晒私房照 短短几天 粉丝持币二十万 小公主这是要变身 大明星的节奏啊 临近七点 四位从北京出发的小朋友 陆续进闸登机 独缺小KAMI 原来大部队出发前一天 林志宜一家 就现身上海洪桥机场 其次乘了一小鸟一人的手腕 林志颖 小智则推着KAMI的银儿车 一家三口相当友爱 据可告消息 这一家人这次从机场出发 正式前往目的地 参与新一集节目录制 娱乐新年地 猛娃新伴又起乘漏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 祝福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爸爸 一起在路上收获更多的成长和喜悦 好